那么大家好 之前呢我们完整的做了一个to-do list的功能 那么这节课呢我将给大家做一些to-do list之中的代码优化 通过这些优化呢 大家可以知道标准的react代码应该如何的去编写 以及react16中的一些新的语法 打开我们的编辑器 在这里呢首先我们打开to-do-item.js这个子组件 然后我们来看这里有没有可以修改的地方了 首先呢constructor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通过band this 对handle click方法的指向做一个修改 这都是ok的 render函数这块呢我们把它括号单独换行写 这样代码会漂亮些 on click就没有什么要说的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来写 this.props.content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es6的语法定一个变量 this.props 然后呢我们在这直接使用content就行了 其实content是等价于this.props.content的 ok我们往下去看 这里当你点击click的时候 执行this.props.deleteitem 那么其实你也可以const.deleteitem 等于this.props 当然前面结构复制一定要加花口号 实际上上面我们写的有问题 应该把花口号加在content的外边 这样写才是正确的写法 写完了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 这时候你再调用deleteitem就可以直接deleteitem来进行调用了 然后呢这个时候index也是外部传入的 所以index你也可以做结构复制 我们这么去改写我们的代码 倒称一下 然后我们回到页面 刷新 出一个hello 点击提交 再写一个word点击提交 删除都ok 然后我们看控制台 它会说有一个k值的问题 我们一会儿再解决 实际上这个时候 todoitem已经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这种写法呢 是一个比较美观 比较优雅的一个写法了 回过来 我们关闭掉todoitem 打开todolist 从头开始我们来写我们的代码 首先我把它切成两个空格的一个tab 这样的话代码会居左显示比较优雅 或者说比较紧缩 你能看到更多的代码显示在这个页面之上 一般来说我们会先引入组件 最后引入样式 所以呢 我更倾向于把样式的引入 放在所有组件引用的后面 下面呢 先这样 我们再来看 state这块 没什么可改的 我们往下去看 首先呢 return一个fragment 在这里有一个div 它呢 负责上面的一些内容的展示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就有一些问题了 首先 this.handle.input.change bandthis写在这块 实际上它会影响一些性能 那么一般我们建议大家 把这种this指向的绑定 都统一地放在页面的顶部 我这么去写它 组件一出手画的时候 我就把this指向改好 那么后面呢 就不用再去改它了 这块一样 handle.button.click 我呢 也在上面去写一个 bandthis 好 继续我们往下看 那么这块呢 这个bandthis就可以去掉了 有的时候呢 大家会发现啊 你的input框里的属性太多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仿照我的这种写法 用回车把这些属性隔开 这样看起来呢代码就会精简一些 当然呢 我的这一行内容是不是特别长的 所以你放在一行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当你的内容比较多 比如像input这块 如果你写的一行就太长了 那么你可以写成我的这个样子 再往下 this.state.list.map 然后这里呢 它会传一些东西 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又有一个bandthis 所以bandthis也放在上面 这块呢 我就可以把bandthis给它去掉了 再往下啊 我们一起来看 剩下的就是一些改变数据的方法了 这块呢 我们先不动 我们先说说这部分的内容 jsx大家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是一些页面上你要显示的内容 那么这里呢 如果你写这种map的语法呢 实际上在这里面 你又融合了一些逻辑 这样的话 你的jsx看起来会比较长 那一般呢 我会这么去做 我会呢 去写一个方法 大家来看 我会写一个叫做gettodoitem这样的一个方法 好 这个方法呢 我这样来把这段代码复制出来 list.state.list.map 我都放到这里去了 这里呢 它里面都不用改 但是最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return出去 如果return出去了 这块代码 我们就可以干掉 取而代之 我们写一个js的表达式 通过一个话口号 怎么去写呢 list.gettodoitem 让它执行一下就行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render函数里面 返回的jsx就比较精简 ur里面显示的是一些标签啊 那么这些标签 我们从哪里来的呢 从gettodoitem这个方法里来的 这个方法里面呢 会便利这个list 然后返回一个个标签 这样写的话呢 会让你的这一个函数 或者说jsx这个体积 不会过于庞大 维护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我们说在编程的时候 当你的代码写的 一坨一坨的时候 就应该做函数 或者代码的拆分 那这就是一种代码拆分的形式 我们再往下去看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我们用了setState 来去改变数据 这里呢 传一个对象的形式 进行数据的改变 但是在新版的react之中 实际上已经不推荐我们使用这种形式 对数据进行变更了 我们来看 this.setState 其实新版的语法里面 setState可以接收一个函数 而不是一个对象了 这个函数呢 需要有一个返回值 return return什么呢 return这个对象 input 1.target.value 以前我们是这种写法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对象呀 替换成了一个函数 而这个函数呢 最终返回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就是我们的 这个对象 那么如果在ES6里面 你直接返回一个对象的话 你甚至可以这么去写 不要这个return了 外层的这个口号也给它去掉 直接写一个小口号 我们看一下代码是否有问题啊 这个口号是否 好 这应该写在这里 把这个干掉 你这样写就可以了 当你有一个口号的时候 意思就是我要去返回里面的这个对象 所以它是一个ES6的一个return的简写 这么去写 我们保存 回到页面上刷新 然后呢 我们尝试输入内容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它爆出了一堆错误 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打开编辑器啊 这里 setState如果传一个函数 这种形式呢 其实它是一个异步的setState 我们会讲 为什么要写成一个函数 它变成一个异步的setState 其实主要也是为了性能上的一个提升 但是如果你写了一个函数 把它变成了一个异步的设置数据的话 你在里面用一点target点value 它确实会有一些问题 那怎么去解这个问题呢 大家来看 需要你在这儿对value值做一个保存 一点target点value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让inputvalue等于value 在外层保存一下 然后在内部再去使用它就可以了 保存之后 我们到页面上来看 刷新 你再输入ABC 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好了 有的同学呢 对这个setState不太理解啊 什么同步和异步啊 这块呢 我们在后面讲 虚拟DOM的时候 会给大家讲解这部分的内容 大家只确要知道啊 当你把这个对象 变成一个函数的时候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呢 发现它报错了 那么就把这个target点value 存在外层 然后在内层呢 省这个变量就OK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下面我们也要做修改 那怎么修改呢 一样的 this.setState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函数的形式 它最终呢 也要返回一个对象 那我们把这个对象 包在这个函数里面去返回 它返回list 这个list呢 这么去写 然后呢 inputValue也是写在这 把它这么写完了之后 保存一下 然后呢 到页面上 我们刷新 A提交 B提交 删除 也都没问题 好像是OK的 但实际上 在写代码的时候 我要给大家讲一点 setState这里面 它可以接收一个参数 叫做prevState prevState 指的是 你修改数据之前的那一次的数据是什么样的 其实这里呢 它就等价于谁呢 等价于this.state 所以它会接收这么个参数 那么在这儿 我直接就可以写谁了 prevState.list prevState.inputValue 这样写就可以 保存一下 我们再到页面上刷新 一样的 删除 也是OK的 所以大家呢 要知道这种写法 那这种写法呢 实际上是一个更靠谱的写法 它可以避免你不小心的去改变state的状态 接着我们继续来看 HandleDeleteItem这个方法 我们应该怎么去改 有了上面的经验 大家应该知道了 这块呢 一样的 this.r set.state 我们这儿填一个函数的语法进来 要return一个对象 return什么呢 list 这个list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上面的这个list 我这儿没有加冒号 先给它录上 ES6的语法之中 如果你这么去写 list冒号list 实际上后面的这个 是可以省略掉的 就这么写就可以 当然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写在外面 实际上也有点丑 那怎么办 我们这块就不直接返回口号了 我们这么去写 把它写成一个函数 然后里面呢 后面跟一个函数体 在函数体的最后呢 我们返回一个对象 要返回list 这个跟刚才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函数体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list的写法放在这儿 constlist等于 这个时候 因为在这个函数体内 我们可以接受一个参数 叫做prevstate 所以这块呢 我就可以让list等于什么呀 等于点点点 展开设算 forprevstate.list 好了 它就没用了 然后呢 我们在list.supplies 然后再returnlist 这是一个标准的学法 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到页面上 刷新 A B C OK 删除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最后呢 我们来解一下这个 K值的问题 当我在获取每一个小组件的时候 或者说获取小组件列表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循环 然后呢 返回这个todoitem 但是之前我给大家讲过 如果你做循环 循环中的每一项 一定要给它一个K值 那么我们给一个什么样的K值呢 我们让K值现在先等于index 比如说每一个todoitem 它的K值一定不能是一样的 它有独立的K值 而目前来说 我们的list数组里面 这个下标呢 是唯一的 所以我们先可以暂时用index 做一个K值 但是实际上 用index做K值 是一种不靠谱 或者不负责任的行为 因为呢 它有可能造成你代码的一个错误 那为什么呢 那K值到底要怎么用呢 这块的内容 在后面我们讲过虚拟DOM之后 我也会给大家进行讲解 OK 保存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回到页面上 小心 A B C 它还是会报错 我们看是哪里有问题 是todo list这块 还是说没有K值 我们看一下啊 Button gettodoitem 我们这里OK 这个K值不应该加在 这个todoitem上 我们应该加在 最外层的这个DIV上 当然呢 这块我可以把DIV也不要了 因为一开始 DIV的存在的意义是 我们要写一个注释 后来呢 我把那个注释删掉了 这个时候DIV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只有一层的话 如果有DIV 我们先说如果有这个DIV 你的K值应该放在哪呢 放在这个循环的 最外层的这个元素上 OK 这么写 回过来 我们刷新 A B C 删除 就不会报错了 那如果呢 你把DIV删掉 这个时候 你把K 写在todoitem上 也是完全OK的 保存 刷新 B 删除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样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做了这个todolist代码的一个优化 那么大家呢 也要照着这个代码 重新去改写一下你的代码 这样的话 你的代码是更符合标准的一套代码 那么在后面的课程之中呢 我也会逐步的给大家讲解更多的react的代码的一些规范 好了 这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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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